持續回到年代五報 馬上來關注檢調生涯 柯文哲小草們也紛紛聲援 其中柯文哲的妹妹柯美蘭 一早也利用社群網站來說 這個民主已死 柯美蘭還說 這個柯文哲只是第一個犧牲的劣勢 之後還會有千千萬萬個柯文哲 還批這個民進黨的黑牢 故意是針對柯文哲 再講一遍 不要惹毛我 熟悉的柯家人性格 柯文哲暴妹柯美蘭 面對抹黑直球對決 柯文哲涉貪遭檢調生涯 柯美蘭馬上在社群網站上發文 替哥哥發聲 柯美蘭點出五個國家 指出這些國家的總統 透過控制媒體司法 變成專制國家 並指出8月30日 是台灣歷史性的一天 因為台灣也跟上歷史逆流 從民主國家變成極權專制國家 柯美蘭認為 任何想對抗民進黨 貪腐專制 隨時都會無端入獄 最後柯美蘭高呼 民主已死 柯文哲是第一個犧牲的烈士 還說之後會有千千萬萬個 柯文哲進入民進黨黑牢 這種烏黑的手段 果然印證了我哥哥告訴我的句子 我認為國家的機器動起來 他在幫助所謂的執政黨 來打擊其他候選人 參選新主事立委遭媒體爆料炒地皮 柯美蘭選擇正面對決 但這次發文護航哥哥柯文哲 網友們留言可就沒這麼客氣 正反雙方 你來我往短短兩個小時 回應數超過一千四百則 柯文哲身陷貪腐醜聞 柯美蘭網路發生後隨即身影 並透過民眾黨議員對外表示 目前不方便受訪 至於該說的話都已經表達清楚 記者 中央報導